我講到如何處理人的問題 如何在人的問題上得盛 因為我決意不被人影響 我自己本身是看傳統的教會順著 傳統的教會成長 還有傳統的神學院受神力訓練 然後我在傳統的教會侍奉很多年 事奉十五年之後我經歷四年充滿 但經歷四年充滿時有些教會不太接受 不太接受時也曾經有人刻意排斥 其實當時我帶了很多人去信耶穌 因為為人祈禱 那些人真的經歷醫治經歷釋放 他們帶朋友來 然後一個一個一次就成二十多人 受洗和傳媒 那就是很大欣念 但是因為有些人他們不太接受到 那他們就排斥 就是用方法去拒絕 那我的心裡面就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那我的意念就說 神有一天要審判他 但是當我這樣想的時候 立刻覺得不舒服 即是覺得雖然他有錯 我不應該這樣想 那我就想到什麼呢 我就想到神求你感動祂 祂用祂的方法 祂聽你的話 祂求你幫助祂 有一天祂見到你面的時候 祂是神稱讚的 就不要因為這件事 因為當時祂做了好幾件事 是敵黨的 那我說神不要因為祂做這些事 而去計算祂 祂的過錯 而是祂就算做這件事 神都祝福祂 叫祂在祂的方式 祂所接受的方式 來祝福祂 還有如果有一天我見到祂 我要祝福祂 即是我在心裡面 一路化解這件事 一路祝福祂 叫我裡面完全沒有受的影響 心裡面想到祂的事 我都是想到祝福 我都盼望有一天見到祂 能夠祝福祂 那這個就是我心裡面 即是不給祂影響 另外我又講一些情況 就是有時我都試過有些童工 都很容易他們會說一些負面的說話 那我去引導他們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反而是很強烈 我就發覺我思想上去處理和情緒 是有分別的 我思想上就說 我不用給祂影響 我可以祝福祂 但我發覺我半夜醒 仍然被那個人影響 然後我發覺人的思想 你可以立即調教 但內心的感覺 是不是馬上鬆到的 即是我原來發覺 處理情緒是比較難的 有些人處理思想 都要很久處理的 在我來說 我是馬上處理的 即是有些人 可能幾個月 還在生氣的人 說他不對 他錯 他是有錯 不過我們不用繼續想 但有些人就會幾個月 一直想 甚至不是幾個月 是一直持續下去 並且令到教會分裂 怎樣跟這個又說 跟那個又說 結果個個都針對他 這個其實造成教會的分裂 很多教會分裂 就是因為小事 有時小小事 一次碰到他 哎呀 又沒有說對不起 那個人就說 你碰到的人都不說對不起 那我就說小石靈 你不道歉還要說那麼多話 那就好像很大件事 有時有些人就是這樣 或者他不出聲 就記住在心裏面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人會不會有 小事就變大事 好多夫妻的問題 我發覺都是小小事 而且總是習慣用負面的說話 我輔導也看到他的 我說你試一下兩個 用正面話說 有一個就說 他不行了 他哪會這樣做 他整天都是這樣 即時是 即是沒有辦法能夠 改變到那個思想模式 總是覺得他不行 他一定學不到 他一定不會改變 其實我們試一下 給人機會 用正面的方法 那我試過 即是說我心裏面 很辛苦 半天醒了 那我醒了 那我醒了我 耶穌在愛我 我不需要給他 神祝福我的 我又站起來 祈禱 然後我又睡 但是我跟他說話的時候 他有時都會說一些負面的說話 但是我選擇 一樣是用正面的說話 他說我找了我太太幫我 為什麼呢 因為我太太很有智慧 那我就有些說話跟他說 我就讓他看一看 我說我這樣寫法好不好 那我太太呢 即是寫那些短訊 我太太就會說 你這句說話 你講完都沒有什麼效果 你不如不要說 如果說完都沒有什麼效果 還有這句說話 可能你會不開心的 你不要說這句了 你怎麼引導他 我覺得他是有智慧 其實有時我們都可以這樣 你處理一些人的問題 你問一些人 或者一些傳導人 你問一下他 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得更好 那你就用一個更好的方法 所以我一路由頭到尾 對某些人呢 都是一路用正面的方法 那但是可能他始終都沒有改變 但是呢 我都不緊要 就是我心不介意 那這件事我就得勝 但是我心有時都會有一種弊 是否我有什麼做錯呢 為什麼他始終都沒有正面的反應呢 但是我就說 我都盡力做了 盡力做了的時候我就放手了 其中這件事就是這樣 有些人呢 做完他都是對我不好 就覺得 哎呀 都是 搞不定 他都是不喜歡我 哎呀 怎麼辦呢 會不會有什麼情況啊 就是你做了 但是他都是不肯的時候呢 又會自己怪責自己 那我們要學 不要將這些怪責放在身上 我都做了 你就清責自己 我都有盡力度 來一起跟我講 我都有盡力度 我有嘗試跟他和好 我有道歉 我有說一些欣賞的說話 那我就放手了 就算他態度沒有改變 我都放手了 行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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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件事是很難的 很多人都做不到 很多人都告訴我 啊 我的同工 我一個教友 真的令到我的心 傷透 沒有辦法解決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 搞不定 有時候就是一些 同工啊 有一些 有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 當你發現這個問題 那你怎麼樣呢 那你怎麼樣呢 心裡硬著 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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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知道這個破壞性 我繼續容許這件事呢 就會不行 但是有些事情呢 就怎麼樣呢 就會說 我都做了 他都不肯 這個人呢 真是活氣了 這樣的時候呢 自己發罪了 是不是 或者我真的很煩 有時候人就會這樣 但是我們就說 他 當他始終對我不好的時候 我要選擇 這個是一個問題 我要選擇放手 行不行 其實可以的 我們靠著耶穌 多難搞的人 都可以 你放手 但是你祝福他 有些人你改變不了的 是有些人真的改變不了 因為為什麼呢 他是他的選擇 但是我可以慢慢影響他 慢慢影響 但是呢 你一下子他 他硬碰硬碰得不行 你就是 用柔軟的方法 你就是用柔軟的方法 有些人覺得 嘩 這樣很委屈 我都做到最好的 他都不肯改變 但是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記得一句說話 耶穌很喜歡你 跟我說一次 耶穌很喜歡你 當你受委屈 當你受委屈 依然對個好的仇 耶穌很喜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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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很喜歡我的 耶穌很喜歡我的 多谢耶稣你在里面这么平安 这么平松 这么平安 这么充满爱的 神啊 我们将我的烦恼交给你 我们所有的不开心交给你 求耶稣你释放我们的心灵 耶稣我们需要你 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的心里 依然是不开心 依然在烦恼 依然拼着一些冲淡 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 将这些冲淡释放出来 耶稣帮助我们将这些冲淡释放出来 吹出来 耶稣我们将这些冲淡吹出来 这些烦恼吹出来 你试着一路唱的时候 你又将这些烦恼吹出来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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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放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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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路亚 主要有人伤害我们的手 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 你想想有谁伤害你的 阿神啊 我看顺他 我遥恕他 我祝福他 我就得胜有益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但你就祝福 有些很难搞的人 神啊 我祝福他 虽然他们伤害我们 我依然爱他们 依然怜悯他们 阿里路亚 神啊 帮助我们的日子 都可以释放我们的里面 所有重担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阿里路亚 永远归归主 永远归归主 多谢耶稣 有耶稣真好 我们就可以轻松了 哦 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了 阿里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